親子同樂的墾丁四星飯店 遭到了民眾投訴 花一萬六千多元住宿 卻連室內拖鞋都要自備 反告表示 這是第二次到同間飯店來住宿 電話訂房時 沒有聽到需要自備室內拖鞋 當時有人穿著布鞋 需要室內拖鞋來替換 沒有想到櫃台回應 要自費購買 甚至搬出了法規規定 秀出了備品包 業者提供房客自費購買的一次性物品 房客控訴只需要拖鞋 結果被迫接受其他備品 感覺相當不合理 加上了政府法令明年上路 消費者並沒有看到拖鞋 也納入一次性備品中 不需要這些東西 我其實也還是只會拿出那雙拖鞋 就要消費者完全的接受 你們自己規定的政策去買單 但你們沒有去想過消費者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也陸續都有在包含官網 包含房間裡面 我們也都有特別放上那個告示 環保意識抬頭 住宿不提供一次性備品 其中就包含了室內拖鞋 業者解釋一切依照法規辦理 但是出門住飯店 遊客能接受嗎 有飯店採取可消毒的拖鞋 提供房客做選擇 以客為尊的服務業 要怎樣落實環保 又兼顧住房的需求 其中的平衡點 雙方還在磨合 但是提醒遊客 出門前看清楚規定 避免掃興 3D新聞朱俊傑 朱瑞榮屏東報導